3、2、1 結牌 一棟樓房將上帝的愛 一棒接一棒分享出去 關懷身心障礙家庭的天使親家族 9月5號在滿22週年的這天 為在柏大尼兒少家園旁的主愛樓 落成啟用 這棟原本關懷失憶兒少的空間 改建後接棒服侍愛奇兒家庭 這番愛也從彼此扶持了愛奇兒家庭 擴散影響到社會各界及公部門 其實我每次來看家電視機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感動落臉 我今天站在這邊 跟大家一樣的是 我們願意多多做一點事情 把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可以去照顧更多的人 就是因為神先愛了我們 所以我們才有力量去愛別人 當我們成為愛奇兒的父母 神很喜悅我們在這樣的裡面 去彰顯他的榮耀 不管任何的帳別都可以來到這裡 然後跟這裡的鄰居 我們產生一個融合的互動關心 我們就好期待 在每一個社區裡面 天天都可以336 愛奇兒家長都面對孩子 18歲成年後如何安置的問題 主愛樓結合愛奇兒家庭發展中心 及天使心目區 提供成年愛奇兒 日間服務和靈性關懷 這道愛奇兒家庭的挑戰不會少 但可以彼此扶持 一起走這條愛的道路 2019年我和周城有一個感動 要為成年愛奇兒 建立一個日間的服務機構 我們起初估算的費用 跟後來實際的費用相差之大 可是這就是一條信心的道路 我們的孩子當特殊學校高中畢業以後 就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由於一個安置的地方 會減輕我們父母照顧的壓力 主愛樓能夠落成 真是對我們家長來講 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希望我們更多的家長 來這裡我們起來讚美 你來這邊就會看到了盼望 看到了一個希望 堅持陪伴都放手 讓我們一起去愛 向天實習 台灣社會有非常多 身心障礙家庭需要關懷 在台北聯陽堂主任牧師 周勳正的禱告中 願上帝的愛 臨到每一個愛奇兒家庭 以上是KTV醫生中心 台北採訪報導 父母先走出來 孩子才有希望